今天就要開放讓大家來填選 志願 填選意願 這個好消息 等一下尾翰有很多內幕的消息 先來看一下 消息一直在變 但是目前為止 有個說法是195萬劑BNT 可能最快8月30號 不然就是9月1號會抵達台灣 有一個政治上的話題 這個部分 大家有大部分人等待BNT 可是少部分人覺得 政治上我要看好戲 陳時中還有我們中央這些官員 一直在修辱復辟泰 那到時候這些復辟泰要來了 最邪惡的復辟泰這三個字要來了 那我們接機的官員會是誰 是會有阿中部長 到時候阿中部長就跟著這個包廂 上面有復辟泰要合照 會不會很難看 會不會經非洗筆 政治上要看這一個 可是更多的民眾是在乎說 我們連第一季都還沒有打的人 是說我這麼期待BNT 是不是真的有機會可以打得到 先來看一下明天下午兩點 就要開放你來預約來選 不管符不符合資格 我勸你趕快能選的 趕快先選一下 搞不好莫名其妙收到簡訊 那第一輪會施打12歲到18歲 剩下大約80萬 這些講的這一番話 大家覺得有玄機 因為他說要第一類到第十類 按照你的年齡逐步的開放 可是大家想說 那你到底有沒有講清楚 你要限制給第一季的 還是說你會排除掉第二季的 這個大原則沒有講 如果這個大原則沒有講 輪到第二類的時候 有些官員已經打了第一季的 有些人等著混打的 這一些第二類官員 之前混打不是也說要先開放給 到第二類第三類嗎 會不會這一些人 在這80萬裡面就打到了 所以網友說 我看是應該給第二類的高官打 上班族呢 上班族呢 今天下午有很多上班族 已經炸鍋了 有二十幾歲 三十幾歲的上班族說 每次繳稅都先宰我們 疫苗怎麼樣就輪不到我們 那之前下班到二十歲 高單又不願意選 現在BNT來了 先給十二歲到十八歲 然後你其他包括了十八到二十 現在又被遺忘 然後年金儲取的 好像說上班那麼認真 我也等不到 下午大家炸鍋了 氣死了 怎麼現在又排隊又排不到他們 所以大家氣炸了 上班族打高端嗎 二類官員的孩子們需要BNT 不要高端 合理 那很多新聞也開始出來了 各種內幕的消息 包括說蘋果日報有一家獨家 他說其實不是 這個我們的中央政府在標籤 是郭董搞不清楚 郭董到了捷克去打疫苗 他的團隊才發現說 community並非為復必泰的英文 專屬飆商 原來一切的錯都是郭董搞不清楚 聯合報有個內幕告訴大家 本來BNT是跟團隊表示說 我們可以給你300到400 最多到400萬 可是因為我們猶豫 猶豫了一下剩下90萬 但是郭董再去搶 這是聯合報的內幕 就有各種不同的消息 陳時中今天早上告訴大家 因為簡體字這個版本 能不能接受 這個事情想了三小時 他說是台積電告知他 但是他現在 反正最後也要來了 他說這個我們一定要 韋翰 你怎麼看這些訊息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昨天國民到後 我有跟大家報告 就是因為郭台銘 他看到了以後 他去問有沒有卡門二帝 沒有 但是有300萬的寫著 新型冠狀病毒 mRNA疫苗 上海復星因為他是代理商 他必須固定下單 但下了單以後 他沒有辦法在中國大陸施打 對不對 觀眾朋友把話講得更白 現在是8月 8月原本就是上海的復星 掉在中國大陸 上海金山藥廠 開始進行中國大陸制的 BNT疫苗的時候 可是中國大陸 並沒有給上海復星EUA 所以為什麼沒有給他呢 因為谷藥跟科興 在歐洲藥品觀景局 也沒有拿到EUA 你沒有給我 我也不給你來互相傷害 所以上海復星 他的騎乘被往後延了 那原本8月開始 可能可以開始製藥 而且生產 而且施打 所以他就跟總廠講說 那我要固定下單 之前下的都是community 然後到處去賣 因為他已經拿到代理權 他必須要固定下 那是他的責任 也是他的權利 他兩個是同一體的 但是在最近這一波 8月交貨 也就是這幾天交貨的這一批 上面寫著新型冠狀病毒 很多人會覺得奇怪 維埃你到底講的對不對 在德國做的疫苗 上面居然唸簡體中文 因為那是要給上海復興 這樣觀眾朋友懂了吧 可是做了以後 現在中華大陸 上海復興能不能打BNT 觀眾朋友能不能 不能 那不能我這個貨幹嘛 丟掉嗎 就問說 好啦 既然我上海 沒有辦法收這批貨 那請問誰要 土耳其要 土耳其 BNT他的那對科學家夫妻 就是土耳其二代 在德國的德國科學家 他們現在是德國人 可是他們的是所謂土耳其裔的 那祖國是以前我爸爸媽媽的國家 那他們有缺我們就送過去了 Terry過台銘 他發現這個事情之後 那我到底要不要這個東西 他也怕會被做文章 你是不是又要幫中國大陸 去孝親你這個版本 他丟在他們的群組 BNT 上海復興 慈濟 鴻海 台積電 這五方的群組 我沒有在那群組裡面 昨天前置問我說 我還傻打說有 沒有 我沒有在那裡面 丟出去以後 由台積電去問 我們今天的這整個進程當中 不管是聯合報的報導 蘋果的報導 或陳松部長的說法 跟我這個講法 都是完全吻合的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吧 所以是不是台積電 去跟哲中講的 是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三位一體 慈濟 鴻海跟台積電 他們就是代表 台灣去買這1500萬的 對德國中來講 其實這就是台灣要的 包含中華民國政府 都是同一組人 他不會分說 是慈濟或還是台積電 都是一樣的 那講完以後 我們的部長願意要 那就來了 所以重點在於說 我跟大家講的關鍵 因為看這兩天 還有人在吵 我其實很不喜歡吵這個 所以沒有換標籤 不用吵這個 六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郭台銘 他想買 五月底六月那時候 因為他六月一號就已經送件了 我跟觀眾朋友講 大家自己上網去查 六月有一批貨 寫的是Community 當時是送到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本來也不是用BNT 他是用Pfizer 輝瑞的 那一批貨 我們也沒有要 不然你回去倒看看 五月底六月的時候 我們陳松布老師講 國際上沒有現貨 對我們台灣而言 對當時而言 Community並不算現貨 可是時過境遷 我們現在缺疫苗了 連寫的簡體字中文的 平生的BNT疫苗都算現貨了 這就是差別 我跟他講的沒有錯 大家覺得BNT來 就不要在那邊酸來酸去 也不用追究什麼 但是偏偏我們行政院的發言人 他自己要追究 他我從來就沒有說過 我不可以出現 復必泰三個字 但是我們整理一下 包括陳時中 五月二十八號告訴大家 復必泰事實上是在中國代工 分裝代工 那包括民進黨的前立委 蔡培惠他也說 南投縣長講的輝瑞BNT 就是中國代工的復必泰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也說 香港有一批 叫為復必泰 就是中國復興醫藥 跟德國BioNTech合作的 就是等於說中國也有做 那包括林以夢 五黨籍的他告訴大家 上海復興 這個復必泰是得治輝瑞 講這種說法的 不是蠢就是壞 那焦糖哥哥也告訴大家 還是有很多藍營的支持者 要混淆視聽 說上海復興的復必泰 是等於德國原廠的BNT 所以綠營從上到下 都在修錄復必泰這三個字 說復必泰就是中國的疫苗 連羅秉承 他現在告訴大家 我從來沒有講過 不可以出現復興 復必泰 不管中文 英文名稱 我從來都沒有這樣講 但是今年在行政院 開記者會的時候 記者明確問他 我們到底能不能接受 上海復興的復必泰 當時他沒有 他的回答是什麼 當我們專人想在記者會上面 告訴大家說 其實BNT就是復必泰 復必泰就是BNT 他還把麥克風 其實是不同的麥克風 搶過來 他說來 我來補充一下 他到底怎麼說 來看一下這一段 有關這個輝瑞 德國輝瑞的這個BNT的疫苗的部分 他的中文名稱就叫復必泰 醫藥署這邊審核通過的疫苗 大家民眾是可以放心的 所以民進黨陣營認為說 上海復興的BNT復必泰 其實就是所謂中國產的復興的疫苗 所以他認為打中國疫苗 就會被統戰 這當初他們講得那麼清楚 然後再來看7月12號的時候 行政院的記者會上面 直接寫了清楚 原廠 你看一下羅秉承 這就是記者會的現場 後面就是他做的 這個字幕不是我們做的 是行政院的記者會做的 原廠製造 原廠標籤 直送台灣三大原則 再看一下原廠標籤 然後現在告訴你說 沒有 我沒有說標籤 不能出現復必泰 所以網友就笑他 要成功有三個原則 堅持不要什麼什麼 堅持不要什麼什麼 有三大原則 另外一個原則哪來的 什麼叫做原廠包裝 原廠標籤 你都不敢講了嗎 另外一個 因為之前大家都覺得 包括我們指揮中心 還有我們的民進黨政府 一直在擋疫苗 可是現在突然BNT要來 現在大家高端不想打之後 又缺疫苗了 突然間我們的阿中部長 翻了一個舊帳 他說你知道嗎 當初美國的莫德納 要送來的時候 我高興到抱我旁邊的男人 來看一下他怎麼說 美國送的莫德納疫苗來的時候 那有因為很激動 所以抱了一下周署長 來 周署長 我們要問你 我們那時候都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高興 那真的是喜出望外 那時候這樣子 要回應的情況 就本來就已經有宣佈 這75萬劑的莫德納 要來幫助我們 那天晚上 周署長突然跑來跟我講說 不是七六五 是二十五 那站在我旁邊 坐我坐著我就把他 很激動的就把他抱起來 那我想 不是說我很高興 他也很高興 那大家聽到也都很高興 這次BNT要進來 也對我們整個防疫 都很多的幫幫忙 這是很值得 我們高興的事情 兩個男人高興的抱起來 那剛剛賓哥跟偉害 還跟大家講說 這樣子不就是違規了嗎 就算你戴著口罩 這一定違規了 因為我們維持室內要1.5公尺 所以我們要加隔板 難道我現在可以跑過去 抱一下越遠之子 或是打一下越遠之子 不行 抱不行 打可以 現在 還是不行 因為太近就不行 其實只有一種情況可以 就是他跟周署長 兩個是家人 或是有特殊交友關係 就在一起 特殊交友關係 好啦 交友哥哥也告訴大家說 你不要對BNT 有過度美好的幻想 藍白操作BNT 最後讓郭董從催貨變成催命 這樣不好吧 講得這麼重 他舉了四篇文章 他說在自由時報 他講說美國青少年 打了NRNA的疫苗 出現了心肌炎 然後包括我們中央社 也告訴大家 青少年 其實這些文章 都是真的文章 不是改編過的 這麼看了之後 你也很驚訝說 因為我們的BNT 進來要打12歲到18歲 這些新聞都是真的 我們現在開放給12到18歲 打下去 會不會也出現 這一些所謂心肌炎的狀況 我們的指揮中心 有跟大家講清楚嗎 賓哥怎麼看 其實國外現在幾乎已經證實了 就是打了BNT 有可能會得心肌炎 這百萬分之十六 人家為什麼能夠得出 這麼精確的數字 因為人家已經打了這麼多人 根據實測的結果是這樣子 請問一下那高端呢 高端發生副作用的機率多少 有人知道嗎 沒有人知道 因為不曉得 因為你實驗還沒做完 焦團哥哥說得對 不要對BNT有過度美好的幻想 同樣的對高端 為什麼一定就可以有美好的幻想 不是一樣的幻想 現在到今天位置 死了五個人 雖然不見得跟高端有關 但是實際上看起來 高端也不是這麼完美的 不是嗎 至於現在羅秉台還在那邊硬拗 說我沒有說 一定堅持不可以有復必態 請問一下記者會上面寫的那個字 那麼大一個字叫原廠標籤 是什麼意思 你告訴我是什麼意思 那你堅持什麼原廠標籤 那不是很好笑嗎 如果不是因為你們這些人 為了意識形態亂搞 台灣早幾個月就可以拿到疫苗了 台灣早幾個月就可以施打BNT 就不會死這麼多人了 不是嗎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到現在還在硬拗這種東西 你不覺得自己真的是 欠缺羞恥心嗎 我只能這樣講 所以現在民進黨再去硬拗 再去包裝 我只想問一件陳時中一件事情 他今天接受訪問 他自己講 才三個小時 我們就決定可以接受 我想請教一下 如果你們根本沒有任何 想要出黨的意思 為什麼要考慮三個小時 你直接告訴我就要來了 你就立刻應該又再去 報一次州署長 又要來了 不是很好嗎 實際上我都現在在懷疑 你現在說你去報州署長 你報他到底是高興還是難過 還是你的想法是 怎麼會讓他進來 所以不得已很激動 報州署長是不是這樣 因為你們從頭到尾 一直就來打 全台灣人都看在眼裡 不要再狡辯 今天又發生了 高端的死亡案例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